走出捷运钢山高一站 一边是百货影城 一边是高一钢山医院 钢山在地居民消费医疗 生活所需 这里完全可以供应 现在到钢山高一站 走出天桥 这一分钟就到我们医院里面来 当成捷运到钢山高一站 不用出捷运站 在二楼就有天桥 可以直通医院 就诊拿药 方便又安全 在地长辈 感受最明显 那一旦那边很远 我现在年纪大了 没那个体力跑到那么远 所以我今天就来这边 当然方便 离家近就好了 高一钢山医院在今年 4月22号开始试营运 那目前已经有开了 大概35个科别出来 那已经有117个诊间在启动 历经四年工程与筹备 高一钢山医院 今年4月开始试营运 这里有着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像是引进高阶电脑断层 及直线加速器等先进医疗仪器 可以做出最精细的 心脏冠状动脉电脑断层影像 超快扫描速度 以及超低辐射剂量 提供民众更安全 更准确的检查 毕业生想起 诊间医师开出的处方签 及时连线到智慧药局 药柜自动亮灯 指引药师正确取药 避免拿错 保障病人用药安全 这也是高一钢山医院的设备 除了完善的医疗照护 北高雄民众消费娱乐 餐饮需求 这两年也有了新选择 同样位于捷运钢山 高一站出口的百货影城 看业两年 包含卖场 影城 街边店三个区块 总近年平均营业额超过20亿 会员人数十几万 排名最多的前五名会员数 分别是来自钢山 桥头 陆竹 燕巢及男子 有人说你骑车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会觉得搭捷运比较舒服 从有场国小到这边也没有起站 对 然后觉得很便利很舒服 很方便我们坐捷运过来 对啊 今天是从哪里去过来 山明区 就是第一次来这边逛 就觉得蛮OK的 业者坦言 营运经效早已超乎原本预期 这里的民众不止消费力高 而且用现金购物的比率也偏高 不止平日就有川流不息的人潮 遇到假日或是办活动 像是捷运钢山车站开通当天 就多出近两千位的来客树 而现在正逢暑假 隐藏的学生客群也很多 因为男子没有那个电影人 所以就来这边 然后他这边有那个餐厅啊 然后楼下也可以逛 所以就蛮方便 而且捷运就可以到 高雄捷运往北延伸 带动了钢山地区的发展 完善的生活技能 与医疗照护 各式扩及整个北高雄 当捷运建设 一街一街完工启用 便利的交通将能带动 整座城市的进步与繁荣 �善的务疑 都只能有点准化 吃饭 来咱们